如果大众总是不相信或恭敬三宝 就无法令众生从佛法中获益 佛法从恭敬中求 能有一分恭敬就能消一分业障 增长一分福慧 即使遇到不如法的身重 也不需要多说 因为批评 只会让不了解佛法的人更不相信三宝 甚至更不愿意恭敬三宝 不相信不恭敬 便无法令众生从佛法中受益 除非是说有些师父他真的不是真的 他只是在脱波 他不是真的师父 是穿上出家人的衣服而已 那没话说 但是你也不就也放他 原则上跟他点个礼 点个头 我们心存恭敬 因为一分的恭敬就有一分的功德 也希望说有些如果说 他目前还不知道这个严重性 他敢穿着佛的袈裟 当初佛要成道 那摩就讲了 摩用什么方法都不能引诱 释迦牟尼佛 都动不了他的心 后来他说好 那我将来就穿你的衣 吃你的饭破你的法 佛就掉眼泪 所以说有些人 如果说你们还不觉悟到 真的说为了这个钱 不是真的出家人 来做一些不正当的行为 来害到出家人 这个将来是无间地狱罪 真的很恐怖的 所以希望说 因为人生也是不是很长久 都是蛮苦短的 能够过就好 你只要你有舍的心 就有得 你如果奸探不舍 我跟你讲 你越求越得不到 所以希望说 能够要切记这一点 能做到绝对的平等 知道对错 但不产生好恶的情绪 对的事情就去做 错的事情就不做 对众生有益的事就去做 修一切善 无善不修 心中不执着修善这件事 断一切恶 无恶不断 也不执着断恶 十方新闻记者 来玉荣台北采访报导